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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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技能一般来说配合 一般是走一个EQ连招 或者说甩七八技能 之后再去甩 这个技能是会直接击晕敌方 烈焰之柱 在短暂的延迟后 布兰德会在目标区域 创造一根烈焰之柱 带有烈焰焚身效果的单位 会受到额外25%的伤害 这个技能一般来说呢 其实火男前期秒 一般EQ连击之后甩个W 当然W技能在消耗方面的话 应该是先放 烈焰焚烧 布兰德在目标身上 引发一阵强力的暴裂 并对目标造成魔法伤害 如果目标带有烈焰焚身效果 那么E烈焰焰烧 会扩散至附近的敌人 一般清兵的时候 一个WE连击 平时要连招的话 想杀人一般是一Q 这个是 电焰风暴 布兰德释放一颗 破坏力极强的火焰 哎呦舌头了 但每次弹跳时 会造成魔法伤害 每多最多弹射五次 弹跳会优先 以带有即将满层的 赤热之炎效果英雄为目标 如果目标带有烈焰焚身效果 那么烈焰风暴 将使目标短暂减速 哇这个技能加强的有点强啊 现在还带减速效果了 就是一个来回弹射的一个火球 那我们这个英雄主加W技能附加Q 接着一下他的天赋 符合符文 符文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用单独去配 红色带法尔穿透 大金华带法强 蓝色的话 中单位只带固定魔抗 或者说成长生命值都可以啊 如果没有的话 你带护甲也可以 黄色到无所谓 有的话就带这个东西啊 这些我说的 蓝色的话 点出六个固定减息地 三个魔抗 其实是我们要带的 天赋 天赋其实我觉得 还是带雷霆灵主要好一点 因为现在有一个被动效果 你的小技能爆发可以秒人 所以不需要去带这个 明火之用了 我们建议是这样来点吧 点出武术 然后点出圣燕 点出吸血习性 点出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 我们这个英雄是一个击杀为主的霸道英雄 所以很容易点满五层 然后野蛮点一下 要不然你补标很难 补标是很难补的 不点这个野蛮 药神点一下 无情 还有危险游戏 精密点一下 然后这个雷霆灵主点一下 那这就是他的一个天赋 如果啊 这个下面又进入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环节啊 当然呢 我给大家承诺一下啊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 在两期视频之内会 大家都可以留言啊 等我算了 等我回来之后吧 这两期先不算吧 就是给大家会在视频下方留言抽奖的啊 等我从医院回来 我要在医院在一个多星期去陪床 这是给大家一个福利承诺啊 就是等我回来之后的视频 到时候每期视频下方留言都会抽奖啊 这两期的话最近两期这一个星期会发布啊 提前预存上面 但是说这个抽奖就先延后 然后呢 需要就觉得在某一个段位啊 你真打不出去啊 想要上分的朋友啊 就不是说 哎 我我在白银 我在青铜啊 我或者说我在黄金的一些段位啊 我觉得我的这个团战 就是说我在对线能力很强 但是我为什么上不去分 那就是你在团战打架能力 你不会团战 你不知道在团战时候该怎么去打架 比如说VDC位置怎么去输出之类的 那么 首先看视频学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啊 你可以淘宝搜索 LOL柴哥带链 把段位打得高一点啊 去体验一下团战怎么打 去磨练一下自己 这是你真要成长的情况下 记得淘宝搜索LOL柴哥带链 电主是何德宁啊 然后这个告诉我 你是看柴哥视频过来了 好的下面进入视频当中 你们想要问我 我让你先去订阅一下 我希望你先给大家看 我可以不要强 就行了 这就没变成了 我觉得有点 你这就要分枉了 我可以想去磨练练 完成了 就是这个 我可以 expanding 就是说 但是它看来 你这就要是 我始 bloom 我还是怎么就能 在这边 你不觉得 就是鬼叔 主要是深渊之障给变态了 深渊之障 还有 这个版本为什么法人强 就是减CD的东西太多了 深渊之障还有沙漏都带了减CD 这种东西太坑爹了 不应该出现了 不应该出现了 雷霆出来直接干他 我怎么感觉他打我一套 相当于我两个技能干他呢 雷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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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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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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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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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